阿蘇 蝦 夏語 但我今天不知道會想說 不是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如何行動改變 然後第一頁先講我是誰 然後昨天是我大概做過的事情 然後我是經過 就是自己經過一個改變過程 所以我才會想說可以分享給大家 或者我們可以找到 就是一點可以開始一個改變 這樣子 然後我先不講我做過什麼事是因為 因為其實也沒什麼成功 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自己覺得就是我來看一些一段 不管是什麼意思 或者是什麼人的分享都好 就是其實就是我不會因為他的背景 或他有什麼什麼東西 就不會覺得他說話不對 可是我覺得他講的話我還是要放棄我的腦袋 用回我的意思 然後我認為就是我認為是正確的之後才會認同他接受他 對然後然後再來這一頁就是很多問號 然後我今天想要帶給大家的就是很多問號 然後先分享給大家那樣子 張圖是我蠻喜歡的一張圖 我自己覺得張圖就是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張圖對我代表的意思就是 就是只要我不甘意待在原地 只要我任何方向走 我自己都可以收乾 一直在講的改變啊 改變的定義是我講一下 就是我講一下我選一個人的定義 大家可以其實沒有什麼定義 我覺得改變是更接近自己想要的樣子 對然後後面講的改變就是這意思 那這個意思是說大家現在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樣子 好嗎 那我現場這種調查 我覺得現在的自己是自己想要的樣子 不管是外亞人際關係 或是能力個性能等 綜合的配合的手段 還好那我今天分享還有點價值 那大家想改變應該也是一天兩天的事 對不對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點為什麼 就是不改變或是沒有辦法改變 然後這邊第一人三根底 然後管是四三根底的哪一個狀況 就是我的分享應該是說可以放上一邊吧 然後 然後再來其實還有一種人是 就是他覺得他不滿意他的現狀 但是呢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 懶得去想這些東西 他覺得 可能隨著時間啊 隨著環境的面前啊 他自己就可以慢慢的時間會變得越來越好啊 然後自己可以變得自己想要的樣子 那對於這種可能 我要送大家一句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忘了 我覺得說到自己的過程呢 就像捏年圖 你如果 就是我們一開始都只是一團年圖 那你如果隨著 你說只是隨著環境 隨著社會 把你撞來撞去碰來碰去 那你可能會有一些奇形怪狀 會有看起來像某個東西的樣子 但是在你的雙手 其實是放上去穿年圖上面去捏書 你自己想要的樣子之前 就是你永遠都沒有辦法達到 就是你最想要的樣子 好那 就是有一句 就是有一句英文的片語 我蠻喜歡的就是 如果你做了沒有事的話 沒有事會發生 這個意思 然後 還有一句話是這樣的 就是 封字就是 你重複做一樣的事 然後你期望有什麼概念 這是那一次是他主 那這時候 就是大家心裡面可能會有點疑惑 你說 欸 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我一直在做一樣的事 我明明在上不同課 或者是我 我換了不同的工作 或者是我 我換了不同的社團 我辦了不同的活動 為什麼是 我在做一樣的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邊山理論跟系統思考的東西 那 其實大家知道邊山嘛 就是 在水邊上面只有 就是他提及的十分之一 那其實系統思考 邊山理論在講這件事 就是 我們一般面對問題 或者是我們在觀察現狀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只看到最上面那個世界的層次而已 那我們對世界只能做的就是被動反應 那其實 在冰山理論 系統思考的冰山理論裡面呢 我們必須去思考一整個系統 除了事件之外 往下 還有規律 規律在往下 還有結構 結構在往下 還有形式目視 就是 唯有你真的瞭解了事情的意義之後 你才會打出最後的能力 那 所以 那大家就知道 我今天想要主要講的就是 可能如何察覺你的家族觀 或者形式目視 然後 如何嘗試的去 改變它 或求證它 那 我提供給大家一個 很簡單 但是又不那麼簡單的方法 就是 隨時抽離自己 來觀察自己 這聽起來很玄妙 可是你在市場生活中 其實每 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大大小小的機會 你都可以練習 就是 不管是一則新聞啊 或者是你一段要聊聊天 或者是你一個選擇 會被註證 其實 你都可以嘗試的去想說 為什麼 你接收了哪些 客觀的事實資訊 然後 讓你做 經過你的闡釋 或者是經過你的感受之後 讓你做出哪些回應或行動 那 實際執行的方法呢 就是 就是在事情的當下 或者是在事情的結束之後 馬上變成成 乖乖乖乖乖乖 第三人 那你當 你扮演這個第三人的挑戰的時候呢 你必須 超讓 不定 然後你必須 你必須 像小孩子一樣 就是 可能一直問為什麼 你必須去質疑 你必須去不斷的思考 挑戰自己 過去 所有理所當然的價值判斷 例如可能有些 呃 例如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跟 跟有沒有錢人 跟大陸奮鬥 什麼好東西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是 我自己跟一個人 就是 就是 剛剛質疑自己 這些過去理所當然的價值判斷 然後 就是前面那一頁所說的 就是 你要理解說 你自己是如何評價 判斷 研解這些事實 組織這些資訊 然後去做出問題 因為其實客觀的事實 可能都是一樣的 可是經過你的 經過你的心理之後 你會有不同的感受 然後你進入 有不同的行動 然後你如果這樣 就是 這樣練習 練習很久了 日積月累之後 呃 我覺得可以慢慢發現自己的 價值觀跟形式模式 你可能會發現一些 很有趣的東西 但是你也可能會發現一些 就是 很可怕的事實 對不對 那就是 當我們從事件開始後 往下挖 走到規律的時候 走到規律的時候 走到規律的時候呢 我們開始可以做 可以做 預測的動作 就是因為我們抓到這個規律 我們可以立即說 下一次同樣的事件 出現 我會怎麼反應 或者是下一次的事件 會 什麼樣子的起手出現 然後 在下一回 在下一回 自己往回應 下一層 抽一張卡 在下一層呢 是結構 等你把我結構之後 你就可以嘗試去 改變 跟設計這個結構 當然 通常這個結構 是一個系統性的 可能是你住在 某個公司 某個團體裡面 然後 你沒辦法整個人 去重新的改造 但是 你可以想辦法去 除非 就是 變動跟結構 那其實 在最後一層 就是 最底層 我們想要看好 新資徒師跟家族 這些東西呢 是我們從小到大 從一出生一開始 我們在家庭 在跟同才的相處過程中 我們不知不覺被灌輸了 或者其實 其實印象裡最多的人 是你爸媽 小時候常常對你講的話 說 很危險的事情 不要做啊 然後是 不要跟別人打架 或讓不讓人家 什麼之類的 可是 像西方的 爸媽可能 也會說 你要為了認同的 你覺得是 最適合的 反彈 對 那這就是 關於一些價值觀的 所知模式的部分 那如果你仔細的去思考的話 其實 我們很多 最上次的 角色跟翻譯 其實往下挖 都可以 會推到 就是尋找這個脈窩往前走 就可以挖到自己 最深處的 價值觀跟性模式 好呢 我們發現了自己 想要價值觀或性質模式的時候 我們想要去 嘗試的去修正它 那我們 怎麼開始 或者是怎麼 加速這件事 那我覺得呢 是 有兩個重點很重要 就是第一個 是抱著開放 而且相信 能夠感變性它 英文有資料 很快一點 然後 第二個就是 刻意的篩選 吸收資訊 接受一些不一樣的衝擊 去像畫的話 就是憂上它這個圓 就是它畫出了 自己的圈子 然後去吸收更多的資訊 然後 它的心能沒有做 就是開放性感 然後 下面可能有一些 比較具體的方法 例如 多跟自己很像 有聊天互動 或者是多看 以前不會看的書 然後多想 然後第三個 可能是大部分的 就是確定 跟你一個人跟你 你之前從來沒想過 會參加的活動 然後你身邊的朋友 也完全不會想要去的 一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 類似一個 你對之類的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圈子 對 然後 在這樣的過程中 你要一直不斷的思考 不斷的 不斷的反求說 別人的價值觀是怎樣 別人是透過怎樣的思考模式 它對怎樣的事實 有怎樣的反應 進而導致它做出這樣的選擇 導致它後面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好 那這邊就是可以稍微講一下我以前在幹嘛 就是 就我以前 就我以前 其實算是 大學以前算是一個 蠻內向害羞的人 然後 就是 就是大一大二 其實都不太知道在幹嘛 然後 可能就是戲上同學辦活動 然後就跟著去 可是可能 從小爸媽角度比較遠 反之類的 所以我也沒有說 我要擔什麼責任 然後主辦什麼東西之類的 我就是 跟莎莎這個小鬼伴 然後就是 就是 帥一點餐飲感之類的 對 哈哈哈哈 你真的帥一點 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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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等到大餐 其實大餐也是大家 他會不會 會開始 思考自己 未來做什麼 開始會有點慰望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嗯 真的 真的 不知道幹嘛 那我就 就來跟風一下 去參加一個 電燒 競賽的手機一樣 對不對 然後 就想說 人家說參加競賽 可以 認識紅油啊 可以學要很多東西啊 然後可以輸 今天啊 但是我 但是我 做完之後 我覺得我都是在 瞎碼 因為 嗯 我覺得我個性是 我沒辦法認同 或者是 我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要做一件事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認同 對 對 不知道是我特別奇怪 但我覺得有些人 好像真的 真的沒有意 就知道我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 然後 然後等到大四之後 就是 有一個 我覺得來說 對我來說的 很短的一點點是 Sight Sight Sight是一個 大家能說嗎 是一個救火團班的一隊 然後 裡面有很多 就是這樣多 強 強者 這些強者呢 其實是我覺得這些強者 就是他們不一定是 做了什麼很厲害的事 可是他們做那一件事 可能你聽他們 但是我介紹的時候 他都非常知道自己 為什麼要做那件事 他們很相信自己做那件事 所以帶來自己的感應 也可以 可以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他們去做那件事 然後他們 這樣子投入之後 他們也確實到 不錯的 就是結果的 守護那個時候 負擔 然後 參加完菜的時候 我覺得 我看到很多 也就是演技在發光的人 對我來講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我看到了我以後 想要成為的樣子 對 然後之後我跟著去參 我就之後 我就去參加YM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欸 該用上場 超成這個機會大乾淨場 我那個學期只修了四學分 然後我就全心全力在準備 用這個競賽 然後我自告奮友說 他是一個類似創業競賽的東西 然後一隊有十一個 然後我自告奮友說 我要當組長 然後還組隊這樣 結果從三月開始 從三月開始 從三月開始 第一到七月 之後 然後我們一隊就是 輸了一趴 但是我非常的錯誤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非常認真 非常投入努力 我自己想要去完成一件事 可是結果 結果就跟我們一起 插得還蠻圓的 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到後來 到後來就是 因為我突然想要放研究所 然後我就念了大福 然後我就跟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 他們一起創辦了一個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 我們希望可以讓年輕人 就是透過他們 讓他們知道更多資訊 然後讓他們 可以更知道未來想要做什麼 其實跟教練也很像 我覺得教練都很好 然後現在在哪個過程中 其實我接觸到兩個 我覺得對我來說 印象蠻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是 Design Dinting Design Dinting大家有很多嗎 就是 它是一個 以人為本的設計的方法 就是 然後它過程中 它其實很強調 脈絡這個東西 就是每個人 都是獨一無二的 每個人都有它的 脈絡 它可能因為 就是因為某件 過去的某件事 所以它造成現在這個模式 它是會對某件事 有非常認真 對 然後再來 即使創業這個東西 修正了我 就是非常怕失敗這件事 因為即使創業 告訴我們就是 失敗越多越好 失敗越多越快 然後其實我在這樣 追脈絡有很多人知道呢 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家是永遠的一封鋼 但是這個 不是大家平常想的意思 我現在要跟大家 這是 大家看好這個港 這好像是綠島 在小口球 家是永遠的一封港 可是 怎樣的港後 會造出怎樣的場 這個還是香港的 有多厲害 就是當你回去追自己 以前脈絡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你的家庭 交了很多 什麼 你現在可能很不認同 你不喜歡他的狀態 可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 也不要去抱怨這樣 因為可能你爺爺奶奶 好像這樣他們 叫他們 然後他們就這樣慢慢傳下來 對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從裡面抓好 然後我們現在有自覺之後 我們可以修正完 你可以再繼續 交給我們下一代 對 然後最後呢 是我想要送給大家三句話 第一個呢 是問題 比答案更重要 第二個呢 是每個人都可以 找到前面 第三個呢 是改變 永遠都在一起 都可以 謝謝大家 謝謝